今天中央公佈的本土確診案例 211人 新增死亡案例26 本土的這個 在臺灣發生的新冠肺炎 死亡率算起來是2.3% 這比全世界的平均值高 全世界大概2 美國大概1.7級 應該還會增加 所以這死亡率如果按照目前的計算 可能會超過2.3% 那如果臺灣的醫療應當是在世界的水準之上 你知道嗎 如果用這個數字看起來應該我們目前在社區裡面 有很多確診的案例但是沒有被發現 這是比較合理的解讀 那我們看看我們臺北的數字 因為我們在萬華地區的篩檢站 昨天篩檢了539個 比例看起來 大概 昨天是3.5% 從 萬華地區的這種數字看起來 應該是疫情有比較趨 趨緩 但是 比較麻煩的是這樣 你如果用12個行政區 事實上或是用Google Mac去看的話 會發現它很均勻的 散到 各地區 每個行政區都有 所以事實的真相就是說 這個疫情在現在是趨緩 但是我認為只要 一放鬆 應該就會 人數就會飆上去 我發現那個泰國 跟我們發生的故事幾乎一模一樣 泰國好像是3月26號也是開始 停止這種 娛樂場所 八大行業等等 他差不多找了我們50天 所以你看泰國的發展的趨勢 跟台灣簡直就 一模一樣 他們也是在移工的宿舍 有發生那種 大的群聚的 大規模感染 市場也是他們很重要的一個感染途徑 我看 在泰國發生的 台灣還沒發生的 還剩下一個 監獄 因為他們曾經那個監獄感染 搞到 進退為難 是不是要把監獄裡面的人放出去 所以 大概 目前的策略是這樣 還是 我覺得我的策略還是沒有改變 就是說 以最低的行政成本 維持三級管制 撐到這個 疫苗可以全面施打為止 那這調查出來以後 我們就算算看 如果我們在擴增的話 要用哪些大型場館 那麼當然 在目前看起來 發博是第一優先 因為發博的 交通 你知道到時候可以用捷運運送 那空間也過大 和平籃球館 也是一個考量 市場我們看一看 從 發博 和平籃球館 台北體育館 小巨蛋 都是適當的地方 不過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會先準備好 但是到時候 中央跟我們講說 他到疫 疫苗要 給我們的速度 我們就做適當的步數 顯然 這個三級管制會再下去 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就要務實地去處理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脫嬰是這樣 很多父母還是要去上班 所以如果是那種 one to one的 或是說 只有照顧一兩個這種 我們這個大概居家保姆 可以 可以開始放鬆 然後有一個 健康監測系統就可以 那那種如果是 機構型的 大概就沒辦法 那在這段 這段 這段時間 如果第一線的 警銷醫護 你知道 現在是他 防疫人員 他必須工作的關係 然後有 二到零到二歲的 應用 需要到送到居家保姆 我們現在全日拖 每個月是可以補助 8000塊 停課到7月2號 我看那就是 直接到暑假去了 所以我們就停課到7月2號 那這個學習的期末考 大概沒有辦法做實體考試 所以那個 是要線上評量 還是要什麼 調整 那就授權每個學校 自己去處理 幼兒園 六月 原則上就是 不收取月費 就不收取 那如果收取的 要按照規定退費 那另外包括 幼兒園 附設 課後輔導 照顧中心 補習班 以及 兒童 課後 照顧 服務中心 等等 這些 原則上也都是 如果他們繳了費用 那當然 就是說你要按照比例 那麼來退費 暑假的活動 暑假的活動 原則上我們會先 這個取消 就是說各校都取消 當然這個疫情的發展 我們會隨時再來應應 不過相關的學生的 這些社團 等等 我們原則上就是取消 那這樣的話 呢 來對整個 這個 暑假的活動 做一個應應 以上報告 我們會先不斷 我們先把 雷震 我們會先不斷 有 我們會先不斷 我們會先不斷 更不斷 我們會再次 我們會先不斷 我們會先不斷